OK 今天呢 赵宏老师要来跟你分享一个非常棒 他基本上 这个有体验版 免费的这个YouTube 帮你影片充流量的这个软件 他的安装非常简单 待会我会在下面提供安装的连结 那这个影片呢 也请你可以按赞分享 并且记得订阅开启小铃铛 你会收到更多赵宏老师 教你的这个不管行销 或者是英文方面的讯息 OK 那我们今天聚焦在 这个是我已经付了第一阶段的费用的一个版本 叫Pro版 那Pro版的功能其实就很多了 比如说我们今天这个影片就教你10个checklist 10 checklist OK Checklist number one 在这里呢 它叫write a compelling title 就是你要写一个吸引人的标题 This is your video's headline If it shows up in the search Would you click on it 这个就是文案标题的概念 标题中的标题 或者文案里面叫做子弹头 那销售性有一个步骤叫AITDA 这个之后我们在销售性的写作课程里面 会再跟各位分享 所以标题记得文案中的文案 子弹头一定要非常吸引人 吸睛 第二个 Enter a complete description 在描述的时候必须要完整 Only the first few sentences of your description will appear in search results or above the foe on the watch page 所以前面几行说明 要写得很完整 那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右边这边 如果你已经这个影片做到这件事情 就mark as complete OK 那第三个呢叫add descriptive text 就是描述性的标签 Text are descriptive keywords that will help people find your videos 人们透过搜寻这几个关键字 就会找到你的影片 所以关键字也是非常的重要 再来第四个 Create a custom thumbnail 就是这个说图 说图吸睛也非常重要 所以你在YouTube上面 有很多影片 为什么点进去 因为那个说图也很吸引人 再来下面一个 monetized advertising settings 这个你必须到1000人上 YouTube开始会能够做盈利有流量 付给你费用 这个部分 所以前面冲这个1000人很重要 那赵宏老师也在努力当中 之前呢 好几年的时间没有去真正经营YouTube 所以大概100多人200人左右 那从疫情 今年5月5月6月疫情开始时候呢 开始认真来发布很多的影片 这时候就增进了 多了好几十位 所以现在已经要比进300位 所以目标1000位 好继续加油 我们一起加油 那如果你也是开始 事实上因为疫情的关系 让大家明白有网路尽量不要走马路 那马路呢 以前还可以走一些 但是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 马路几乎都不能走 那马路都不能走 你还不上网路 那就是自寻死路 所以赶快 不管你是做各行各业 你是做美容 有人说老师美容是实体 我要剪头发 怎么还在网路上做呢 当然实体剪头发 要去你的店没有错 现在都采预约制 好像我的头发虽然不多 但是呢大概一个月也要去剪一次 还不便宜 还要花好几百块 那就是店长帮我剪 然后还要预约制 这个就有点VIP的感觉 那所以你在网路上 怎么样能够接触到 更多的陌生客户 从0到1 从1到10 从10到100 0到1就是大家没听过 不认识你 那0到1就是 这个Salon 这个店好像有听过 然后1到10就开始 因为他不断的看到 你分享新的影片 不断的看到你有 这个减法的介绍 烫法的介绍 染法的介绍 你可以介绍很多东西 在网路上染剂 什么样的染剂 是天然的 不伤害法质的 是健康的 OK 那一分钱一分货 你可以透过一些知识的传递 在线上 就可以接触到 一大群的潜在的客户 你说赵老师 那这个我在台北 我店在台北 台中高雄 这个接触到的人 又不是在这个地区的人 没有错 但是你可不会 跟别的地区的店来联盟 这个时候你一定认识 因为你是美容美法相关产业 你一定认识不同各县市 一样是美容美法相关的业者 那如果你们可以形成一个联盟的概念 台北的客户请谁谁谁来跟店帮忙 台中的客户请谁谁谁帮忙 高雄的客户请谁谁谁帮忙 北中南一联盟连线之后 虽然你们不是连锁店 虽然你们不是加盟店 但是你们还是可以形成一个自己的联盟 不是复仇者联盟 是美容美法联盟 fashion联盟 OK 所以思维是你唯一的限制 你现在不走网路 就是自寻死路 总结就是这一句话 把后面几个看完 所以add information cards 你的这些资讯卡 也没有放上去 那他会提醒你 你没有做这件事情 如果你没有做 赶快把没有做的东西补上 那么你的影片在YouTube上面 就比较容易被曝光出来 playlist 播放清单 有没有被列到播放清单里面去 因为播放清单 也会让人在觉得说 这是一个系列的影片 大家更愿意订阅你这个频道 调数第三个 engage with this video get the conversation started and pointed in the right direction 就是指向正确的 这个方向 be the first to comment on the video and ignite discussion 所以呢 要怎么样 要在第一个留言 难怪我看到很多YouTuber 他自己呢 就是第一个在下面留言 因为他第一个在下面留言 可能是送一个小礼物 送一个小奖品 或者办一个抽奖 然后来激发 激励大家 能够回复他的留言 我觉得这个影片 怎样怎样怎样 所以你有帮助吗 有帮助 欢迎在下面按赞留言 这就是一个创作者 这就是一个创作者 YouTuber 自己 要先来 ignite 这边讲的 ignite discussion 就是你要启动这个讨论 like your videos 你一定会喜欢你的影片 Get your friends or colleagues in early to engage as well 把你熟的那些人 同事啊 朋友啊 全部也引导到这个影片来 叫他们 请他们 请他们分享 请他们按赞 因为如果你自己人都不听你 那不是自己人 怎么可能会很快的听你啊 最后 promote across existing videos 这个他有另外提供一个网站的功能 就是你可以跟其他的影片交叉的连结推荐 好 这个是进阶功能 最后 share on social media 可以在你的社交平台上 Twitter啦 Facebook 再来Instagram上面去分享 所以这个简单讲 这个2buddy 虽然是一个看起来好像很简单的软件 但是简单又不简单 因为光今天我们跟你分享的 10 upload checklist 当你在上传影片之前 你有十大重点要注意的 请问你注意了吗 如果没有注意到 赶快一一来确认 你之后上传都会注意到 OK 那我们这部影片就到这里 请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 你会收到后面 赵宏老师更多 关于2buddy 关于帮你YouTube影片充流量的分享哦 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